拿不到很多的市民 我想這個就是民藤政杰在這裏 如果政府在第二個層次裏面 經常都是用一個所謂先寧 不可以超過20%的山總值 來作為一個最高的一個限額的時候 你將自己的手 我是幫你的 不過我綁了一隻手 我只是右手幫你 那幫得了多少呢 我們今天就會開始說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近年在香港經常都說 就是說這個貧窮的問題 那究竟貧窮的成因是怎樣的呢 貧窮是怎樣來的呢 或者如果我們要嘗試解決貧窮的問題 那究竟我們有些什麼的方法呢 高收入人士就永遠在不停在家人工人 就算你金融空暴都是沒有什麼變數的 或者讓你們知道這個社會 我們老公主問題是怎樣的這回事 還有讓周圍的人知道 我們是沒有付出的 我們也有付出的 不過我們付出的方式不同 如果我是環境可以的話 可能我10-0元 我用手袋給你 那個價錢可能欠不太多 其實港元是1-2元 但我們都必須這樣做 我小時候就是開飯 晚上開飯時很少東西 還有小室的時候 都沒有太多用錢 最大的就是這些 一、兩碟菜 然後一碗飯 一個月可能有幾次的鎮湯 我們這些低收入家庭 最多都是得萬一元左右 基本上你交屋租交電費 然後其他生活雜費 交了所有費都可以無幾 那時爸爸媽媽常叫我讀書 所以我就經常在玩電腦 出街等 完全沒有想過爸爸媽媽背後的意義是甚麼 背後的意義就是想我將來生活好些 她跟以為可以養回去 令她生活又好些 但當時聽不入耳 我一樣有意外 做個兼職 之後我覺得賺錢是艱難的 每天六、七點起床 8點左右要回到去 回到去做差不多10個 接近10個小時 一天只有200多元 通常朋友都是小看資家 去一些商場 高級一點 和貴一點的地方吃東西 我就不太想吃 因為實在太貴 四十多元才有一個餐 那些 不想吃十分鐘 已經吃了兩個小時的東西 都覺得自己很… 很敗家 那種感覺 我想擺脫雙命 要擺脫雙命 就一定要讀書 知道聖閣祖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家庭環境 未必很好 但因為大家都住屋邨 而且大家都拿書包津帖 每個人都是差不多 其實不會覺得有一個貧窮 但是到長大了 就是出來 本來做一些基層工作的時候 我們例如去談書包津帖 就發現 我原來拿全額的書包津帖 就是四人家庭 是要比8,700多 再窮一點才拿到的 然後那天發現 其實原來我以前是有多窮的 有多窮的 其實整個社會會否會改變 從來都是由下而上才能改變 我們不可能等待勝負 去給我們一些很好的政策 而書包津帖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想去講一些 平等一點的學習機會 希望大家 那個小蚊仔的起跑線 是比較接近的 不要有一個太大的差異 都出來了 坐中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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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問問大家 剛才有沒有加了錢之後 大家是否覺得 好像好了很多 是否就 小蚊仔學習上面 會否手中了 或者手都在按 我這個月沒有教授 為甚麼 他們開學的錢 我已經是 寧願先給了書簿 寧願先買了校服 我之後才去教授 學校又要加一些 紙編教材 又要耳機 又要那些 上來課堂的用具 學生資助都加那麼少 我覺得完全不夠 我想給你一封信 這是我的小朋友問我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 公主長 如果你有時間 代表我打算 我的小朋友怎麼打算 我有權學習 但我沒有錢 怎麼辦 我兒子就問我 爸爸,為甚麼我不可以去學習 我想… 我想俗有專長的 但是我跟兒子說 我們每個月的錢都不夠小 我做甚麼都可以學習 吃飯都不夠錢 而我是極度不想拿紙編的認識 我不想讓別人覺得 我有手有腳 為甚麼要拿紙編 大家清楚聽到 學校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雜負 我逃回去的承諾 我都會看的 整個社會 大家的想法 整個體制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但那個改變 其實不是我們叫一些 政策的修訂 或者是一、兩條 重要的法律立法就可以了 其實很可能是 大家怎麼看整個社會 要怎麼走 大家想香港 向甚麼方向去走 其實我的父母 都是屬於教學水平不算很高的 都不在中學畢業 所以他們對於大學的看法就是 讀大學之後 就代表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向社會的加上 或者階層流動 尤其就算流動 也好 至少那份薪金 都會比他們高出一個水平 至少他們不做事也能讓他們 但其實很明顯 我現在出身後 就發現股市不是這樣 不要暫時 本身,就是… 你的社會流動性 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究竟… 社會是… 給你機會 發揮你的所長之類那些 與一些可能,已經爬上了 成功階梯的人 他有一種很強烈的心態 就是覺得他們的成功 是建基於他們的努力 當然我不是抹殺人的努力 但是他們得到成果的同時 是否應該想想他們所得的成果 其實是由整個社會不同的制度 不同的人 去給予他們的不同的機會 才可以有這樣的東西 去促使他們成功 你想回頭 如果不是有一群人 去做社會上不同的工作 這個社會其實很難得以混轉 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他們如果不是這樣想 就不應該覺得 對於一群比較弱勢的人 作出某些寶座 純粹是一種施捨的態度 我們說要行狗和可持續 怎樣處理呢 我們就在想 其實其他國家 有些做法就是由稅制入手 有一種做法叫做負稅制 原理很簡單 收入去到某個水平 你就要交藥干比例的稅 但是負稅制剛剛調轉了 就是我收入不到那個水平 我不單止不用交稅 我還可以在政府的庫房裡 得到藥干百分比的寶座 這個做法其實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就是可以保障 在做事 但是仍然是 未可以完全脫貧的一些家庭 可以得到一個 基本的生活的保障 28元不夠用 最低公司33 最低公司33